大家好,我是秦鹏 现在是美东时间的6月22号 我现在在纽约 跟大家做这一期的分享 今天也是这个被称为世界首都的 曾经的美国的疫情地震中心的城市 在经历了三个月的这个封闭之后 第二阶段经济重启的日子 那么专家们估计将有15到30万的人 回到城市内来上班 当然也有地产界的人士 估计呢,回来的人可能不超过20% 不过我认为这可能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观察到很多公司的这段时间 一直是在家办公 而美国经济在整个的5月份 已经开始了强健的一个重启 消费增加了17% 而新增就业人数呢增加了250万 大大的超出了华尔街的预计 他们之前预估的是下降800万 那么相比而言呢 我觉得更值得担心的是这个北京和世界的研究都表明 病毒已经发生了变异 可能增加了感染性 也可能增加了死亡率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 传说中的这个第二波高致死率的这种大瘟疫 正在悄悄的来临呢 那么这对中国的这种经济 是不是又会构成一个雪上加霜式的打击呢 而作为美国经历了这场瘟疫的浩劫之后 它在追责中共方面 有哪些新的进展呢 今天我就想来跟大家去做一下这个方面的一个分享 那么6月22号 我们看到大陆台经媒体台新网报道 它说呢 是北京最新采集的病毒样本表示呢 病毒已经发生了突变 更高的传染性 这个消息最早是在6月18号晚上 中国及病患控中心它所发布的 他们称在6月份北京新发地疫情之后 他们采集并测量了来自于患者和环境的样本 然后经过这种基因序列的对比数据发现 三组的序列呢 发生了D614J的这种突变 而这个突变可能会倍增病毒的感染性 增加患者的病毒载量 和增加这种死亡的风险 这个结果呢 与之前发布的国际的研究 非常的相似 那么CNN当时表示 美国警间的斯里克普斯研究中心 一项研究表明 中共病毒已经产生了D614J的 这样的一个突变 会使呢 病毒入侵人体的钥匙突然间增加 而且形态更加稳定 导致呢病毒的传染力暴增十倍以上 美国病毒方面的权威呢 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那么中国的CDC还表示 他们把这个基因测序结果呢 上传到了国际的数据库当中 这实际上是很罕见的 因为我们知道1月份的时候 湖北的卫健委和中共国家卫健委 都先后下令是销毁病毒样本 禁止擅自发布基因的特区结果 上海的张永胜团队呢 还是因为看到中共官方迟迟的不肯公布 后来是决定自行的发布 那么中共官方后来是被动的发布了一批 然后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而张永胜团队呢 也因为擅作主张的话 被中共是一度关闭了它的实验室 所以现在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做法 那么这个奇怪的做法本身的话 它表示什么呢 那么在我来看 这可能意味着中共呢 是下定决心在甩锅欧洲 我们都知道呢 中共这段时间是在炒作这个三文鱼 而挪威呢 是三文鱼的主要的这个出口国 也是呢 是要求追责中共的主要的欧洲国家之一 所以呢 我的看法是 就是真实的这个病毒的来源 并不是来自于这个三文鱼 而更可能呢 是来自于这个参加两会的 这个代表们的他们的这种 欧洲的这些留学生们 因为这段时间我们知道呢 是中国和世界上是发生了这种 断航 中国航空公司呢 利用这个五个一政策 它实事上是垄断了整个的这种国际航班 数量非常少 而且来往的人主要也就是这些这个留学生们 所以呢 我觉得大概率的事件 事实上病毒是他们传入的 但是呢 中共是为了把这个矛头对准了这种两会的代表 对准了中共官员 所以呢 就是要栽赃于 我们看到的挪威等这些国家 当然 这是一方面的 另一方面的问题可能在于呢 就是 研究人员们发现 就是 D614G这个毒株呢 是占所有新冠病毒的这种比例 从年初的0% 到3月份占据26% 到4月份占据65% 到5月份突增到了70% 而这种病毒的这种传染率 事实上就在不断的增加 那么这种感染性更强 死亡率更高的 是不是意味着说 传说中的这个第二波疫情要来了呢 因为我们知道呢 这段时间 网上有很多相关的消息在发布 有说这种印度的天才男孩也好 还有一些预言的这个人讲说 到了秋天的时候 会再起疫情 而且更加的严重和凶险 死亡的人数将更高 那么1918年的这个西班牙大流感 也是曾经发生过类似这种现象 春天来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死亡率是比较低的 到了1918年秋天的时候 他的死亡率是在骤然的上升 到了1919年的这个冬天 和第二年的这个春天的时候呢 他死亡率又下降下来了 这一次是不是又一次这种重演呢 那么我们看到 6月21号 美国的白宫顾问纳瓦罗 是在接受CNN的采访的时候表示 说川普总统呢 正在为秋季第二波的 这个新冠病毒疫情在做准备 他说我们正在积极填补固存 以防秋天可能出现问题 我们正在竭尽所能竭尽全力 当然他在后来的这个随后的声明中说呢 是不是说在期盼第二波 而是出于呢 这种谨慎考虑 美国政府正在为此做准备 这没有矛盾 而5月21号 就是川普总统在访问 密西根州的这个普特工厂的时候 被问敌第二波疫情的时候 他对此说 人们说呢 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这是标准情况 川普还说呢 如果说是遭遇第二波疫情 这种袭击的时候 我们不会关闭国家 我们要去扑灭火焰 我们不会去关闭这个国家 同样说 不会停工停产的 也有这个北京政府 6月16号 北京市委副秘书长陈辈说 二级响应呢 不需停工停产 但要呢 下调办公室楼宇到港率 6月21号 北京市官方宣布 是百市北京分厂出现8例确诊 已经停工停产 该厂呢 主要生产这个乐视薯片 在北京爆发的这个新一波的疫情 就是引起了人们更大的一个担忧 就是说这个的话 这次大流行会不会进一步的破坏中国的经济 因为我们看到截止到6月21号 那么北京官方的通报是从6月11号到现在 不过呢 是新增了本地确诊病例236例 不过好像没有几个人相信 因为作为中国 也是全世界这种医疗最丰富的城市 北京呢 最近几天竟然又来自于武汉 江苏等地的医护人员在援助 6月21号 我们看到是金融时报报道说呢 是这一波的这种事态的发展 再一次呢提醒人们 对于第二大经济体来讲的话 经济复苏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路 实际上是非常坎坷的 新加坡商业银行的经济学家周浩 他也表示呢 是说与几个州前相比的话呢 经济复苏的这样的一个路更加崎岖 事情呢也将会更加的复杂 我们看到呢 5月份的时候 中国的这个汽车销售 还有工业生产 还有是服务的支出都是在增长 但是呢 现在的这波的出现 即使说是没有武汉式的停工 那么当地的经济恐怕也会遭受这种苦难 而最近几天我们也看到呢 是到北京的火车是骤然在驾降 就是说疫情对人们的这种心理预期 对经济活动的打击可见一斑 而且呢 对未来的我们看到的主要的服务业 餐饮 电影院 或者交通工具 实际上也会大幅的减少 前几天我做过一期节目 谈到了中共是自路出击 逃避国际追责 而白宫呢在部署全面的这种打击 在经济 军事 外交 科技 金融等领域呢 是狙击中共 而且还派了两员猛将 这个蓬佩奥和纳瓦罗 针对中共病毒的来源 和中共的这种掩盖 在进行这种穷追不舍 这几天我们的事件的发展的话呢 我再次见证了我的分析 就是我们看到蓬佩奥在夏威夷与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见面之后 在哥本哈根的这个民主会议上 再出惊人之语 要欧洲选边站 并说呢 这是中国共产党逼迫大家选边站 而且呢 这不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 而是在自由和暴政之间选择 那么美国的另一员大将是纳瓦罗 他也没闲着 周日这个CNN邀请纳瓦罗上节目 谈到下一期疫情这种计划的时候 纳瓦罗口出惊人之语 他说病毒是中共的产品 当时呢 纳瓦罗说 中共制造了这场瘟疫大流行 CNN的主持人就非常惊讶地问这个纳瓦罗 说你刚才是说中共制造了病毒 我听错了吗 纳瓦罗说你没听错 这个病毒就是中共的产品 然后呢 它隶属中共在病毒上的这种恶行 主持人赶快解释说 我不是替中共辩护 这个我只是想看到正题 纳瓦罗说呢 这个呢 正是你们应该追问中共的 那么几乎在同一时间 美国的这个前官员 他也在CNN上在撰文说呢 中共政府的对于这个病毒的传播 有重大的责任 需要让中共对它的不当的行为负责 这不是党派之争的问题 就看起来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一向倾向左派的CNN 这一阵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这似乎也在证明 就是这一场这个病毒导致说 美国两党之间虽然打得不可开交 但是在追责中共方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惊人的高度的一致 那么写这个文章呢 叫舒尔茨 他的CNN的法律评论员 也曾经担任川普总统的这个高级助理律师 和白宫的特别助理 他说呢 是如果说本来中共保持这种信息的透明 那么呢 美国和其他国家就能对中共病毒的信息采取行动 本来可以拯救上千万人的这种生命 他还写到说 川普政府这个已经在内部发放国土安全部的一份这个报告 指控中共呢 是有意的这个隐瞒了这个病毒严重性的这种信息 毫无疑问 就是看起来呢 中共这种罪责 他是逃不掉了 那好 今天呢 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 请大家呢 去订阅和帮助转发我这个频道 这个谢谢大家